见人善及私奇,纵去远以见机,见人恶及内省,有则改无家境,为德学为才义,不如人当自立,若衣服若饮食,不如人勿生期,看见他人的优点好行为,心中就生起向他看齐的好念头。 虽然目前还差得很远,只要肯努力,就能渐渐赶上了,看见他人犯了罪恶的事,心里先反省自己,如果也犯了同样的过错,就立即改掉,如果没有,就更加警觉,不犯同样的过错。 当道德学问和才义不如他人时,就应该自我比例,努力赶上,至于穿的衣服和吃的饮食不如他人时,可以不用担心忧闷,见人善,及私奇,纵去远,以见机。 红子曾说,见贤撕其烟,见不贤而内自行也,看见贤能的人,心中生起向他看齐的心,看到不好的恶行,反过来自我反省,约束自己不犯同样的过失。 这样不断求进步,就可渐渐步上圣贤的大道,这是尽得修业的原动力。 不论大善或小善,都要有私奇的信心和力行的勇气。 小善且借轻乎不作,而行大善的机会来了,也要及时把握,尽心尽力勉强为之。 见人恶,及内省,有则改,无加紧。 遇见人正在作恶事,不论有没有能力去劝告,首先审查自己,是否也犯了相同的过错。 有则改,无加紧。 如果有,就要赶快改正,如果没有,也要多加警惕,这样才不会重蹈覆彻。 总之,要实时绝照自己,提升自己,把精神用在自身的改过谦善之上。 一般人遇到他人做坏事时,往往是指责怒骂一番,却忽略了检讨他为什么会做恶事。 的诱因,有些不好的诱因,有时正是我们自己造成的,能够自我警觉自求改进的人,可以防范于未然,减少许多意外的灾难。 为德学,为才艺,不如人,当自立,要涵养高尚的道德,必须改掉贪心愤恨嫉妒等等的坏习气。 代之以正大光明的信念,对真正的学问,如孔子所讲的《论语》及《五经》等是利人利物的大学问。 若能努力研究学习,得到其中的真意,就能安定个人的身心,促进社会的祥和。 才艺包括了各种知识技能,只要是利益人群社会的才艺,就值得多多学习。 德学和才艺若比不上别人,自当努力迎头赶上。 弱衣服,弱饮食,不如人,不生气。 七是忧愁,心中一直担心放不下。 每个人的家庭经济情况不同。 所以,在十一柱形的物质享受上自然家家不同,即使比别人差,也不值得忧愁。 真要忧愁的是德学和才艺不如人。 我们中国人讲求五福。 福、寿、康宁、优好德、讨终命。 其中的优好德是指所好乐的是道德,就是为将来赔福。 从事德学和才艺的培养,是很积极的作为。 其余四福则是前世赔福得来的。 今生享有大福报,应该再培植未来福报的种子。 否则只出不尽。 这份福报很快就耗尽了。 好衣服、好饮食都是前世修来的。 得到了。 自当好好珍惜。 不浪费。 吃的、穿的、用的不如人。 不必埋怨。 现在正应好好陪抚养。 有你并不必oup。 能够嫁给一个右手墙啊。 感谢儿准备了。